位于湖北实验云阳学堂两子遗址的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于2022年12月提取出土 这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如何被发现 有何特点 中心社东西问近日专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学堂两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陆成秋 没想到三号出现的时候比我想的好得多 一演出来是一个很完整的古人类头骨 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地层信息 而且我们这个云县人正好住在实力人200万年的眼袜石 正好中间的位置就100万年 关键节点 比如你往前追溯 比如想知道研磨人厂是什么样 那你只能通过我们银县人来去往那堆 这枚头骨化石从2022年5月18日面试 到同年12月3日被提取出土 历时半年多 为保护化石 后续修建了恒温恒施考古方舱 提取出土的头骨被妥善存放在特制保险柜中 颅布 还有一个煤宫 一部分面骨玄宫 这部分还有一部分裂骨 它就先露了左半边 目前来看就是这个颅形是很饱满的 就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 就这块地方很难保留了 因为这个地方很薄 很容易就断掉 据陆成秋介绍 1989年和1990年 湖北云县学堂两子遗址 先后发现了两枚古人类头骨化石 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 被定名为云县直立人 这两枚人类头骨化石 被专家认为距今约10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化石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石 而这次是学堂两子遗址第三次发现 保存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 一号离二号3.3米 一号离三号33米 用个老话三成成重嘛 原来说是一号二号的时候 可能带一定的偶然性啊 那三号一出来 有这么小的块地方 发现三具头骨 它应该是古人类经常在这活动的 那甚至有可能是它就住在这里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认为它三号跟一号二号是同一套地层 原来一号二号也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所有的那个年代性都实际上是100万年左右 距今100万年左右的云县人 正处于古人类发展研究的中间环节 此次发现填补了亚洲古人类演化发展的缺环 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 不仅可以提供可靠的研究数据 也有助于一号二号复原 三枚头骨化石数据相互佐证 演化造成到底怎么样 它也是不完整的 光三个头骨已经有一定的冬季结议了 然后三号的完整性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剖学特征 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发现地 学堂两子遗址所在的秦岭及汉水中上游河谷 是中国也是世界非常重要的人类演化圣地 在陕西蓝田上辰村附近发现的约212万年前 非洲之外年代最早的石制品 距今163万年至115万年间的公网岭蓝田园人头概股 在湖北境内发现的约100万年前的云县直立人 和大约同期的煤铺直立人 约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 约10万年前的黄龙洞早期现代人 和150余处旧石器时代各时段的考古遗址 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构成200万年以来人类迁徙演化的廊道 整个世界就这么武力在接近这100万年左右 在这其中就我们一人是最完整的 它有很清楚的埋藏信息 相关的结论都是很确定的 这些遗损表明 该地区在远古发生过不同时期 不同人群频繁地牵起与狩猎采集活动 我们的祖先在这一山川地域适应生存 劳作繁衍 谱写了一曲曲开拓奋进的凯歌 为考古工作者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 和重建旧石器时代人类历史的重要科学资源 对于弹导人实力人的演化在我们东亚的起源发展 还有放到整个世界的时空演化关系 这些弹导这些问题 这些研究人的数据都会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